免你藏真 拜登与习近平连大远距离对决 美商务部副部长提名人见过中共花招 不会放过华为 北京环球影城盛大开幕 如何折射中美关系 哈尔滨封城 冬奥会临近 中共抗议受质疑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1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孟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拜登9月21日在联合国保证积极外交 誓言不寻求一个新冷战 表示美国军事力量必须是我们最后的工具 不是我们首个工具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以视频方式发言称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并暗讽美国的阿富汗政策 遗害无穷 两国领导人演讲均未提到对方 却是免你藏身 相互较劲 9月21日 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 拜登首次清零现场 他一方面需要向盲邦澄清立场 表明他领导的美国重视多边主义 重视联合盲邦 另一方面需要给美国与中共的对抗下定义 拜登明确表示 他不寻求与中共进行一场新冷战 拜登说 我们不需要一场把世界分裂成僵死的几大阵营的新冷战 但是 拜登的意思接下来表达得清楚无疑 美国不寻求与中共国冷战 但是美国将不会放松与中共竞争 甚至激烈竞争 事实上 一段时间以来 拜登政府试图给美国与中共的对抗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一方面表达这一对抗不同于冷战 一方面表明将与中共针锋相对 寸妥不让 拜登接下来的一段话不仅向中共表明 这将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价值之战 而且 美国将为此寻求最大范围的结盟 他说 用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武力 我们将保卫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朋友 我们反对那些试图以强凌弱的国家 拜登在这里不点名地抬出来北京 随后视讯发言的习近平也没有点名美国 但不断地影射 习近平称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要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而不排他 习近平还承诺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预估中美领袖将利用联合国大会对抗 联大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拜登 习近平发言前预先发出警告 美中应展开对话 互相理解 避免一场类似新冷战一般的全球性危机 北京方面也反对把中美对抗描述为美苏那样的冷战 这是两强的唯一相同点 除此而外 中美对抗越来越严重 国际危机组织驻联合国总部代表理查德 高恩称赞拜登处理中共问题很有智慧 从不点名道姓 但不断地暗示中共做的坏事 但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则持相反的观点 认为拜登根本不了解美国的真正的敌人 以及美国面临严重威胁的事实 拜登提名前国防部官员艾斯特维斯 担任负责对华出口政策监督的 联邦生物部工业和安全副部长 艾斯特维斯9月21日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 驻方与城镇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提名听证会上说 他认为 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个威胁 除非事情发生变化 如果任命得到确认 他预计将继续把华为列在出口管制清单之内 艾斯特维斯并保证说 他还将审议被华为公司剥离的荣耀终端智能手机 是否被华为用来绕过出口管制清单的监管 或把监管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艾斯特维斯在听证会上说 我见过中国人以前玩的花招 我如果得到确认 我到商务部上班时将会进行检查 我目前没有能让我了解全部内容的信息 华为去年11月表示 其智能手机业务因持续无法提供所需的技术因素 使其消费者业务面临巨大的压力 因此决定出售荣耀终端智能手机业务 华为并表示 不会在新的荣耀终端公司拥有任何的股份 也不会参与任何的商务管理或决策活动 此前 艾斯特维斯在美国国防部任职达36年 他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代 曾担任主管采购、技术和后勤事务的国防部首席副部长 他7月获得拜登提名担任商务部副部长 还将监管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事务 从军事体系转到商务部 当时引发中共媒体高度关注 截至发稿 华为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经历20年筹划 备受关注的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源 中共环球时报社评表示 当前中美政治关系已经跌落的 让很多人使用冷战来描述 但北京环球影城开幕的盛况 呈现的却是中美民间交往的热情 没想到遭外媒调侃 北京环球影城受民众追捧的热度 与中共镇压已具缺名人的力道不相上下 还称共产党再怎么伟大 也难等住14亿中国人的性质 以及好莱坞的软实力 环石社评说 中国现在南有香港 上海的迪士尼 北有北京的环球影城 三个大型洋主题公园在中国落户 其中两个分别在大陆内地的 南北最大城市营业 这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条轮廓线 也折射了中国经济进步 和国民消费能力的不断上升 北京通州区副区长杨磊预测 北京环球影城一年的营收 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造成冲击 全球的主题公园销售额普遍下降 但希望中国的动态清零能力 对旅游业释放出越来越强的保护力 北京环球历经20年的筹备 终于开幕 连中共党媒央视也来蹭热度 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现场还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原本一张638元人民币的门票 被炒到5000人民币 园区大多以好莱坞知名片场 为主题的北京环球影城 开幕引发外媒关注 彭博社引述时事通讯 China Naken编辑 Adam Nee刊法表示 环球影城受欢迎程度 代表中国民众对共产党 严禁重扬的抵制 党虽然强大 仍不得不面对中国民众的日常决定 继福建省持续出现 本土感染个案之后 9月21日 东北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也出现本土确诊病例 导致当地防疫指挥部 立即关闭室内所有的密闭商业场所 并且叫停所有的公众活动 中共政府不惜一切代价 对新冠疫情 严防死堵的确在管控疫情蔓延方面 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是严防死堵的病毒 零容忍政策的高昂成本 也逐渐让人感到关切 根据哈尔滨市新闻办召开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 哈尔滨市21日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例 而且三位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都在该市的八艳线 据中共官媒报道 病例一是本人主动到八艳线第二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的 病例二和病例三都是菲律宾境外返哈的解除隔离人员 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目前已对确诊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经营测序 有关部门也对所有排查书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 全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 并进行追踪排查 对涉及到的居民小区进行封闭管理 对确诊者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周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与此同时 哈尔滨市防疫指挥部当天就宣布阻断疫情传播的新措施 要求市民做到非必要不离哈 确实需要外出的通过机场 铁路 公路 以及客运站出行的人员 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做好个人自身防护 与此同时 哈尔滨市政府要求停办大型会议 活动 各类空间相对密闭场所立即暂停营业 并且将对违规行为实施处罚 中共政府应对病毒的零容忍政策 虽然让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免遭病毒的袭扰 但是对疫情反弹的零星地区公众和商家而言 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相当高昂 有的时候 一个人确诊 整个社区遭到隔离和封锁 如果有几个人确诊 整个城市的人都会被劝阻出城 甚至出门 北京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将在明年2月举办冬季奥运会 北京为了确保冬奥会的顺利举行 从现在开始就会对任何爆发零星疫情的地点 严防私渡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扑灭疫情 冬奥会期间 全球将有2900名运动员前往北京参赛 另有约800名运动员将参加3月份的冬季残奥会 中共政府尚未就冬奥会期间的防疫政策做出详细的说明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外国旅客入境实施极其严格的限制 也不鼓励国内旅客外出旅行 目前不知道冬奥会开幕期间 中国是否会放松对入境外国旅客的限制 让外国体育迷可以入境观赛 北京冬奥会主委会主席 北京市市长蔡奇表示 冬奥会期间 中国将实施最严格的防疫措施 但他并没有透露 这些最严格防疫措施的具体内容 美联社引述 麦格里集团经济学家胡伟军和他的同伴完成的一份报告指出 零容忍政策在管控新冠疫情方面非常有效 但是短期的代价也极其高昂 国际货币基金和一些私营机构 已经降低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中共政府上周宣布 中国已有超过10亿的民众接种了疫苗 疫苗接种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1% 但是中共政府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 到目前为止都是中国国产的几种疫苗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